内政部副部长南都阿兹加今天在国会问答环节指出 母亲的国籍是政府考虑赋予大马国籍的基础 至于脱氧核糖核酸检测结果 只是用来确认血缘关系的辅助资料 并不能成为赋予公民权的确凿证据 阿兹加曼回答公正党望沙马珠国会议员陈一乔的提问时指出 一个人的国籍是根据婚姻状态 还有亲生父母在孩子出生时的国籍状态而定 另外阿兹加曼表示 我国法律清楚阐明不会认可双国籍 如果当局发现申请者拥有双国籍身份 将要求对方放弃其中一个